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是阴长于其他皇子,为康熙做了很多事,早年康熙还挺喜欢他的,随康熙三次出征,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但应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,他一直寄予太子之位,暗中注视着康熙对太子的态度。 应仍被废后,应是以为自己有被立位太子的可能,因为有敌立者,无敌立场,但他还是误判了形势。 康熙早就发现他的野心,公元1708年,康熙亲自宣布,应是之前虽然帮我做了很多事,但我并没有把他立位皇太子的意思。 他脾气暴躁,蛮过,怎么能被立位太子呢?康熙虽然早就察觉到他有多类之心,但他们之间还有一丝父子之情,但应是不中南强不回头,知道自己争处不忘,又向康熙推,见八阿哥应四。 八阿哥和应是关系一向很好,因为应是的母亲贵妃曾抚养过八阿哥,应是伤透康熙的新应是对康熙说,张明德像是觉得八阿哥是大贵之命,您应该立他为太子,应仍一向骄横跋扈,您应该尽早处死他,如果您不想亲自动手,我可以替您杀掉他。 康熙听后的大吃一惊,知道他和八阿哥相互勾结争夺处备,应是所说的这一番话,让康熙彻底寒心,八阿哥也被他拉下了水,因为康熙之前对八阿哥的印象一直很好,多次失败后,应是仍没放弃,他又做了一件事,让他和康熙的父子之情彻底破裂。 他找来蒙古喇嘛,八汉格隆,让喇嘛用无数眼神印针,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三阿哥印旨很快就揭发了他,康熙指导后,本想处死他,用于心不忍,将其削去爵位,终身幽进,之后,印旨就再也没出来过。 从37岁幽进到63岁,与他关系交好的八阿哥最后,也争处失败,八阿哥被四阿哥印针削去爵位,并将其囚禁,返回搜谷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